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约瑟的传奇 梦和结梦 陀拉学习的第十周题目是Mikaz 最后的意思 他主要描述约瑟为法劳结盟 约瑟在埃及的崛起 以及约瑟对他的哥哥们的考验 Mikaz这个词不仅暗示了 约瑟在监狱中的流放的结束 而且暗示了成为救赎的开始 今天要特别从口头陀拉和拉比的解释中 分享更深层次关于梦的启示 神经常在梦中向人传达信息 创世记讲述了几个关于梦的故事 雅各梦到有天使上去下来的天梯 约瑟梦到河困向他下拜 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颗星向他下拜 法劳的九正和善长的梦 以及法劳的两个关于牛河卖水的梦 约瑟因为向他的哥哥们分享 他的两个梦造致他们的嫉妒和恨 最终被卖到埃及为农 后来约瑟拒绝波迪法妻子的诱惑 被陷害进了监狱 长达十二年之久 后来约瑟因为法劳解梦而出监狱 成为埃及的宰相 救赎了以色列全家 在创世纪四十一章一节 说过了两年法劳做梦 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这里讲到站在河边 其实在英文清定版里面讲的是 Standing over the river 在米德拉时记载 恶人认为自己站在他们的神之上 正如陀拉所说的法劳做梦 看了他站在河上 尼罗河是埃及的神 但至于义人 他们的神站在他们之上 正如陀拉描述关于雅各的梦 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提到 看了耶和华站在梯子之上 人所遭受的每一种苦难 都有一个确定结束的签订 约众约二十八章三节提到 人为黑暗定界限 查究幽暗阴逸的石头 直到寄出 但约瑟为九证节目时 约瑟已经入语十年 在《创世纪》四十章十四节 约瑟对九证说 因为约瑟开始信靠人 神让约瑟在监狱 又多待了两年 真言十四章二十三节 诸般勤劳都有一处 嘴上多言乃至穷乏 约瑟在经历受苦 然后他得到磨炼 后来因为给法老解梦 成为管理埃及的统治者 假设九证出狱后 向法老说情 约瑟这时出狱 充其量成为知名的解梦家 但神的旨意是 他在经历完全的试炼后 出狱成为埃及的宰相 救赎伊斯列全家 可图陀拉记载 法老其实在这两年期间 一直在做这个梦 但醒来后都不记起 只等到两年满了之后 法老做了两个梦 在《创世纪》四十一章一道七节 说过了两年 法老做梦 梦记自己站在河边 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美好又飞装 在炉地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头母牛 从河里上来 又丑陋又干瘦 与那七头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又干瘦的七头母牛 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头母牛 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着 第二回又做梦 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睡子 又肥大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睡子 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细弱的睡子 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睡子 法老醒了 不料是个梦 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八节 法老派人召集埃及所有的术士 和所有的智者为他结盟 但法老无法接受他们的解释 因为他们这样解释 七头肥壮的母牛 意味着他会生七个女儿 七头丑陋干瘦的母牛 使他要埋葬七个女儿 七个饱满的脉税 代表他将征服七个省份 七个陷入的脉税 代表那七个省份 会来反叛攻击他 法老做梦 但受伸们都不能给法老解谋 这时九正想起了约瑟 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 他说在那里同住有一个西伯来的少年人 是会卫长的仆人 我们告诉他 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 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 拉比解释 九正用蔑视的口气谈论约瑟 他说他不聪明 不适合担任高位 是个西伯来人 他甚至不懂我们的言语 是个奴隶 在埃及 奴隶不得成为统治者 也不得穿着王室的长袍 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十六节 约瑟回答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讲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创世纪》四十一章二十五节 约瑟对于法老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神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法老了 拉比解释 对于法老的梦 神指示他 该如何去做 法老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应该做些神呢 约瑟解释 七头肥牛和七只饱满的脉税 代表七年的丰年 七头瘦弱的牛和七只细弱的脉税 代表七年极度的饥荒 然后约瑟建议 这就是七头肥牛的丰年极度的粮食 但饥荒来了 虽然地上毫无收成 因着储存了丰年所有的粮食 你就住在头七年的丰盛里了 这就是七头兽牛和七头肥牛 并肩而立的意思 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七到九节 约瑟也做了两个梦 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 请听我所做的梦 我们在田里捆何家 我的捆起来站着 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 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颗星向我下拜 约瑟的两个梦 神并没有指示他如何做 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 是要他们来解梦 他们是这样解梦的 在《创世纪》三十七章八节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 难道你真是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 后来当七年饥荒开始后 雅各派他的儿子们到埃及来粮食 《创世纪》四十二章六节 他的哥哥们来到约瑟面前 脸浮于地向他下拜 约瑟和法老都做了两个梦 他们的两个梦又有什么不同呢 《创世纪》四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法老对约瑟说 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美好 在芦苇中吃草 《创世纪》三十七章七节 约瑟在他的梦中看到 我们正在田间捆河架 我的捆起来站着 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 法老和约瑟都在梦中看到了未来 却有不同的看见 对法老来说 生命是一条河流 他自己站在河岸上 是发生的事情的被动膀胱者 除在河流流动之外 他只需要站在河岸上 看着奶牛岁月流逝 彼此消耗 而对约瑟来说 生命有如一块田地 他在其中辛勤劳作 捆河捆是在将不同的河干 捆成一个完整的河捆 拉比解释 在生活领域的辛勤劳动中 才能找到你真正的自由 是实践和创造的自由 法老和约瑟都做了两个梦 法老只梦见地上的动物和食物 而约瑟却梦见天和地 这种差异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看见 法老只能感知物质世界的现实 而约瑟却能敏锐地意识到 精神层面的真实 拉比解释 约瑟在地上和天上的梦 都传达了相同的信息 就是天和地或属世和属灵的领域 是合一的 即使他生活在世界中 甚至拜囚禁 约瑟也能理解和连结属灵的事 世界不仅没有将他从属灵的领域分开 他在世界所遭遇和经历的一切 使他改变和转化 进入神的更高的旨意中 但对法老来说 他只定进在奶牛和古物物质世界的层面 约瑟在你睡梦中向你显现 将那又大又难的事向你显明 也将智慧的策略向你开启 为的是赐给你信心和盼望 约瑟祝福你在创世纪 拓来学习的过程中 领受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你生命中的每一段经历 每一个脚步 每一次的惊喜 都由神的亲自带领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Shadowsharing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aptions by Lee stance 最后一人的先